今天就要各位探讨万表售后的真相 今天的万表先前聊聊手表售后的是 看这个图片 这个粉丝和我讨论的我都无语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国人外国人 大家都是人 都是长两个手的人 为什么非得认为国外的手 做出来的东西更牛呢 收费最贵最牛 谁知道的我不敢认为 你难道还天天地认为 他们能把很牛的手表制作出来 就会把你很牛的手表用心修好吗 任何品牌利益最大化 他们的售后售后的品质 怎么能和新表的售后品质一样呢 这人怎么傻呢 难道手表送原厂围保 就像儿子和妈妈的怀抱 一样是孝顺的问题 今天就要各位探讨万表售后的真相 目前所有品牌售后最良心 公认是劳逆时 为什么别人能吵别人的态度 你确实配这么少 卓尔朗尼市也没几个品牌 是我很给力了吧 其实作为万表的从业者 我一直觉得 万表是有点霸王条款 就像丝膜不推不换一样的 很像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就像你的手表坏了 它非得给你找几个痕迹 说是你磕的一样 还是回复到生活话题 当你的表是一块 合格设计的表态有问题 无外乎 磕碰和进水两个原因会坏 但这两个原因它会给你免费维修吗 就像你在车库的治疗期 烧机油 你是在外面花钱搞定 还是会4S变花钱搞定呢 那为什么手表的保修期 反而就在延长了 以前都是两年三年 现在都是五年八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种盈利套路 你不会真的认为 唐拉利的空调绿心和奔驰的 空调绿心成本有很大的差异吧 品牌差异吧 手表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帮你修免费 但是它会在其他的项目上面 能都回来这笔钱呀 例如维修 强制的保养 当然了 有一些更凑淡的修表机构 比专柜还坑 它修好一块金星的价格 是买一块新金星的两倍 这都很正常 是你不懂话的 你会觉得专柜更好 所以一块设计不合格的表 或者说真的是自己坏了的表 在质保期内该怎么办 就应该享受专柜的售后服务了吗 那得看你的本事 例如你在日本买的佩拉 还在国内去送修 你会发现 你在这么一眼里 一文不值 它让你去日本修 你去送吧 所谓的全国联保 有几个品牌能真正的实行开来 那如果我的表 带了两三年 就是自己突然坏的 在保修期内 厂家也接保 我也是不会从专柜去修的 第一 时间太久 可能修好了 回来的曼特曼路上 张三一脚 李四一拳的 可能会受累 第二 修是给你免费的 但它一定会捆绑 让你保养 在它保养的前 我在外面不但解决了 威胁的问题和保养的问题 我还能省起 懂了吗 主要是快 如果很熟的师傅呢 可以让你在你的眼睛皮子底下操个的 你更放心的 其实手表到了保养周期 你不保养的话 单纯的修好 还是会坏 其实手表这个东西嘛 虽然是机密仪器 但它用料是单一化 其实很简单 没有车那么复杂 几乎没有那种自己会坏的 也并不是说手表坏了 就得换零件 也并不是说这个零件国内就买不到 也并不是说买不到零件就做不出来 你怎么那么看不起国内的修表师傅 有多少修股东表的老师傅 用一个手加一个小小小车厂 就能车出来买不到零件 别说什么用高科技的仪器去搞 在这里呢 我只能说国内真正用心 用手艺修表的师傅 名誉都是被路边摊搞臭的 名誉都是被拉姐开在繁华地带的修表机构搞坏的 让人不了解国内有这样的师傅 有这样的手艺 有这样的技术 其实很无赖 其实我们要感谢一下 像走一这种新兴的平台 慢慢大家都会了解的多一些 所以真正的万表玩家买二手表 普遍会选择单表 便宜吗 因为有那张卡没那张卡 真的没什么作用 你还真的以为能给你省钱吗 在这个世界上哪有白吃的白菜啊 给你吃 你买表的时候都对你爱搭顾你 你还指望着你修表的时候 对你沾沾自行